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忽略的太多 知道的太少 甚至误会连连 但他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究并去尊敬的人 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位最高调的烂片王 最低调的慈善家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古天乐这个名字我们都不陌生吧 可这个人却很神秘 去香港旅游 你可以到茶餐厅偶遇刘德华 在菜市场邂逅周润发 但是你一定遇不到古天乐 因为他几乎全年都在拍戏 每年的休息时间只有几天 网易曾经用2002年到2017年的国产电影做了次大数据分析 古天乐这16年来共拍摄了60多部电影 其中有一半的评分都低于6分 俗称烂片 除了2015年有两部影片评分过期外 其余无一过期 能达到6分及格限的都很少 大多数都在四五分左右 糟糕的出片质量 甚至让人直接把古天乐很没有追求的演员画上了等号 于是他被扣上了一个不算很荣耀的封号 华语电影《烂片王》 不仅如此 我们甚至还能经常看见古天乐代言的网页游戏 与他影帝的身份完全不匹配 曾经有人在网上提问 为什么古天乐这么不爱惜自己 又是接烂片 又是代言网游 不断地损耗自己的名气和形象 那么问题来了 古仔也应该看到了这些吐槽 但为什么他还是什么戏都接呢 难道把时间集中起来去打造一部质量高一点的电影不好吗 难道他是缺钱了吗 更加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2017年10月他上了热搜 原因竟然是一部吐到不能再吐的华盖手机 网友发现他在用华盖手机打电话 瞬间炸了锅 纷纷调侃 他是活在小龙女的古墓里吗 还有人扒出这部手机疑似已经停产的索爱W995 是2009年的机型了 价格只有800块 作为香港收入排名第一的明星 古天乐的钱到底去了哪里呢 答案直到2014年才揭晓 《气听风云3》上映前夕 导演尔东升发出一条微博 贴出了一张叫人恍然大悟的图片 古天乐如此拼命确实是为了钱 而且需要很多钱 因为古天乐曾在三年时间里默默无闻地捐建了49所学校 而到了第六年的时候 这一数字增长到了61所 而到了2017年 据不完全统计 古天乐捐建的小学已达94所 覆盖了两广和西南贫困山区 包括四川 广西 贵州 甘肃等省份 对于古天乐默默所做的事情 狗仔皇帝卓伟说 在当今娱乐圈里 我认为古天乐是最虚伪的人 娱乐圈那么多的大事小事 一件都没逃过竹尾的法眼 可偏偏古天乐一个人偷偷捐造了如此多的希望学校 他居然一点都没发现 其实 古天乐真正开始做慈善要从2008年说起 2008年汶川地震的发生让他大受震撼 人们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许多孩子连读书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从那时候起 他就开始在香港和内地贫困地区建学校 医疗卫生室 爱心水教 小水利工程等 做慈善好啊 很多明星都做慈善 毕竟这种事情能给自己的形象加分 但是古天乐不一样 他在采访中从来都不谈慈善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 要不是政府要求建造的小学必须要写上捐赠者的名字 这件事大概会被一直掩盖下去 古天乐做慈善不是只给钱而已 他还会到现场亲自监工 避免豆腐渣工程给孩子们造成危险 得空就跑去山区支教和他们打成一片 所以你很少能在香港看见他的身影 因为他不是在拍戏 就是在建学校的路上 而且哪怕是自己花钱建的学校 孩子们都不知道古天乐是谁 大家甚至以为捐钱的是个八十多岁的老爷爷 他的低调是从内而外的 是实实在在的 当导演间好友的杜吉峰委婉劝他少接烂片时 他却说 我需要拍戏 因为很多人需要我 古天乐不仅在工作上非常的努力上进 他还是个很重情历的人 最初 有导演向他抛出橄榄枝 希望他进军演艺权 古天乐想也不想便拒绝了 原因是 自卑 他坐过牢 有过黑历史 做明星光环会被放大 而黑料会被放更大 所以 他不敢 不出所料 神雕侠侣热播过后 古天乐的黑历史被有心人挖了出来 大家震惊之余 也纷纷躲着他 连看他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 对此 古天乐曾经说道 当时根本没有人敢走近我 我什么自信也没有 除了开场拍戏外 我一点也不敢走出去 在公司连买饭都不敢 自己一个人坐在一边 不敢对别人说话 更不敢想象别人用什么眼光来看我 我以为我会从此在这行消失 可能是因为年少时的经历 古天乐很重情义 每年的正月初三 他都会去和一个人吃饭 那就是在神雕侠侣中 扮演球签式的老戏骨 罗兰 终身未婚 嬉笑无儿无女 因为在拍戏过程中 罗兰对他照顾有加 古天乐一直记在心里 当自己有了能力 就尽可能地回报 哪怕自己不是在拍戏 就是在建学校 也嘱咐罗兰 有事情要第一时间找自己 除了拍戏之外 古天乐对娱乐圈和人事 都保持着一定距离 哪怕是杜琪峰 也是拍了四五部电影之后 古天乐才和他开始一起吃饭聊天 大家都说他很酷 其实酷是他向这个复杂世界 筑起的城墙 在聚光灯背后 古天乐的心中 始终有爱在缓缓生长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既然古天乐被称为烂片之王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 愿意找他拍戏 其实古天乐的这种善行 不正是我们在佛法中常说的布施吗 大成一章中说到 以己才是分布于他 名之曰布 绰己会人 目之为施 这句话大概意思是将自己的衣 食 财物 施于别人 叫做布 将自己的智慧 施于他人 帮助他人行善积德 叫做施 布施不等于捐钱 一个亲切的微笑 几句暖心的好话 随手给人方便 随缘随喜的布施 人人都可以做到 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 加摄尊者认为 世上的穷人之所以贫穷 是因为过去没有布施 积福 所以应该给他们 有种植福田的机会 从此脱离贫穷 佛门曾经有这么一桩公案 一天 大家摄尊者在脱布行画时 看到一位衣衫褂褛的老婆婆 于是说道 老婆婆 请您布施一些东西 给我可以吗 老婆婆惭愧地说 尊者啊 我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这一身的破衣服 拿什么布施给您呢 大家设尊者听到后说 既然你这么贫穷 你可以把贫穷卖给我 老婆婆不明所以地反问道 你要买 那我怎么卖呢 只要你肯布施 布施就是发财的方法 比如你在发生地震 水灾时 发一点善心 尽你的能力去帮助受难者 只要将种子剥下去 都会有收成的 老婆婆听后 赶紧将自己仅剩的破衣 剪了一块下来 高兴地对大奢业尊者说 我就以这一块布布施于你吧 后来老婆婆因为这一点善心 升到刀利天 享受天人的福报 布施其实很简单 即使没有富有的物质 也可以用亲切的微笑 暖心的话语 人生的领悟 随手给人方便 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现在大多数的人们都希望自己能报复发财 于是寄希望于改变风水 改变命理 来达到财源广进 财富迎门的目的 即使佛陀早已告知了我们发财的途径 那就是布施 布施只会让你越来越富有 再给大家说个故事 石炳植 原朝永清人 一次在盖房子挖土时得到了数万两银子 感叹地说到 虽然钱财是人们用以维持生命的东西 但是这些钱财是上天赐予的 怎么可以独享呢 于是后来他常常接济贫穷的百姓 有一次遇到荒年 他捐出八万蛋的宿米用来镇迹灾民 后来盗贼横行 他又散尽家财用来保护乡离的百姓 他的事迹后来被政府上报给了皇帝 皇帝知道后下诏赐予官位 并立牌坊对之表扬 石炳植一生行善 享年九十四岁 子孙众多 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很多人都在寻找发财的途径 殊不知最好的途径就是不失 正所谓舍得有舍才会有得 舍不得不舍则不得 不论你不失的是什么 只要你舍得不失 即使再小也是种下了福田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了 网上有个很火的帖子 明星对我们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大概就是在如今充斥着浮躁交涉的娱乐圈 有些明星却在用自己的号召力 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并且一直默默坚持着 古天乐已不仅仅是娱乐作用的明星 更成为了大家的精神领袖 设计师山本耀司曾经说过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 我向往的自由是通过勤奋和努力 实现的更广阔的人生 古天乐成功的背后是后期勃发的力量 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与自律 为改变奋不顾身的争取 为梦想不顾一切的执着 生而为人的担当和责任 以及在繁华面前依然可以安之入宿 宠辱不惊过一生 看古天乐这一路低调的走来 才发现人生最酷的不是放纵自我 而是约束自己 承载住岁月的反复 勇敢地坚持着守得住寂寞 却能创造出繁华才是这世界上最酷的事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